下了雨 将风吹过八千里 因为批掉这个基础非常难 所以建议大家这次以看为主 以学为辅 但是其中的核心点 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希望有缘之人能学会 首先第一点 先顶胯 要想打好批掉 顶胯转腰是基础 在球篮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不是先动手 而是先转腰 在机球的瞬间 将胯部向前顶 让我们的机球点靠前 让我们的手臂可以顺着向前甩 让我们最后的球速会更快 对手也会更难接 第二个点是甩动快 我们要把手臂像鞭子一样 向前甩出去 所以我们的手臂要保持放松的状态 顺着顶胯转腰的惯性 快速地向前甩动 甩得越快就越像杀球 对手也就越难判断 我们要打什么球 第三点找位置 在甩动的基础上 我们要将球拍准确地甩动到 球头的右上方 手腕手指要瞬间地收紧 围绕着球头 从右上方向左下方 快速地包切球头 就像是用手画一个半圆 在甩动的支持下 会快速地过往 但是因为包切的加持 所以球会剧烈地旋转 球在过往之后会疯狂减速 飞行轨迹会从直线变为弧线往下钻 这种技术就是超出对手认知范围的技术 只要你能打出来 对手就不可能接得到